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全面战争 这场大战历时四年 三十多个国家卷亡 三千多万人伤亡 西方列强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掠夺 如何把世界一步步拖进战争深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让三大帝国崩塌 进而彻底颠覆了世界格局 时至今日 人们仍能听到这场大战的回响 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的热点难点问题 为什么都与一战有千丝万缘的联系 历史学者石伟将为您讲述 一战风云第一季 敬请关注 1914年的7月底8月初 由于奥匈帝国皇储 遇刺事件的不断发酵 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德澳同盟迅速集结330万军队 英法俄赛四国动员兵力高达560万 战争在积苑已久的德法两国之间开打后 法军总司令霞飞元帅制定的第17号计划 是积极进攻 德军实施的则是早在9年前周密制定的 施力分计划 那么德法两国的作战方略有什么独特之处 德军意图取到中立国比利时进攻法国 激起比利时的强烈反对 并在烈日要塞痛击德军 此后比利时又是如何陷入国家沦陷的灾难之中的 历史学者石伟将为您讲述 一战风云第五集 德法开战比利时遭殃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前面说到 从奥匈帝国黄楚遇刺 到一战全面爆发 一个半月的时间 各国相互间的宣战召会 纷至踏来 战争规模像滚雪球一样 不断扩大 不仅如此 大家都很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好久没打仗了 大家一个个都精力旺盛 都认为什么呢 自己的国家和军队 是世界上最棒的 只要开战就准赢 各种问题 烦恼 就都迎刃而解了 在一派狂欢的气氛中 整个欧洲上千万大军 几千万人口 就这样开始了 规模空前的大集结 开战之初啊 双方各自集结了多少兵力呢 德国是200万人 奥匈帝国呢 130万 这两边加起来就是 330万 与德澳庞大军事机器 对质的 则是法国 俄国 英国和塞尔维亚 四国 法国呢 是180万人 塞尔维亚25万 规模最庞大的是俄罗斯 一下子拿出了 三百五十万人的军队 最秀珍的部队 是英国即将派往 法国的远征军 他们啊 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 人数太少 只有五个师 这样算下来 德澳同盟是330万人 英法俄赛四方呢 是560万人 一个月里 双方啊 光军队就投入了 九百万人 最先开打的呢 就是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 按理说啊 战争的焦点 也应该就在东南欧一带 毕竟战争的导火索 就是在萨拉若卧点燃的嘛 可实际上啊 一战一爆发 主要战场就跑到了西欧腹地 德法边境一带 这是为什么呢 德法之间呢 恩怨很深 当年 德意志一盘散沙的时候 法国就没少欺负德意志入国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时候 最大的障碍也是法国 好不容易打败了法国 统一了德国后 普鲁士也就是德国 强行将法国占领的两个 西日德意志小邦 阿尔萨斯和洛林 作为战利品给吞并了 法国哪受过这个欺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现在终于要和老冤家德国开战了 8月1日 法国总统普恩加莱 亲自签署了动员令 送到了法军总司令 霞飞的手中 下午4点 第一章总农员布告 出现在了 习和广场的布告栏中 就这样 成千上万的法国青年 一批一批地向前线开拔 他们的总司令 就是赫赫有名的 霞飞元帅 对于这场战争 霞飞元帅 和所有法国人一样 都是期待已久的 甚至 他还更刻骨铭心一些 因为他自己 就亲身经历了 1870年的普法战争 当过德国人的俘虏 当年 在工程系就读的霞飞 应征入伍 以工兵少尉的身份 参加了普法战争 战后 他放弃了 原本可以复原 当工程师的机会 继续待在军队里 开始了漫长 而艰辛的军旅生涯 别人都是以战成名 霞飞则是靠巴土晋升 一路挖到了1911年 德法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候 霞飞当上了法军总参谋长 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制定了对德的军事计划 按理说 由霞飞制定的对德战略 必定也会是土精四溢 木舌横飞才是 可出乎意料的是 霞飞制定的 这个第17号作战计划 连一立方米的土木作业都没有 全部是进攻 无论德国采取什么样的进攻战略 按照霞飞的设想 200万法军的军事计划就是一条 直接对德军发起进攻 目标直指阿尔萨斯和洛林 其实也难怪 霞飞舍弃所长制定的这个计划 在那个年代里 无论是法国老百姓 还是军界巨头 无不把进攻或防御 视为爱国与卖国的分野 1913年与第17号作战计划 同时制定的军事野战条例 八条规范士兵战场行为的条例 也就是战地法律 写得慷慨激昂 而且脑子再奔的士兵 也都能够记住 为什么呢 因为八条说的其实都是一个事 进攻 在一片盲目的乐观情绪中 似乎没有人注意到 法国与德国之间 已经存在的巨大差距 或者说法国人认为 所有的宏宫都能够 被进攻的意志所填平 德国人口是法国的将近两倍 但没事 法国人有进攻的意志 德国的金具能力 是法国的两倍以上 但没事 法国人有进攻的意志 德国士兵训练严格 装备精良 法国相对来说 稀松儿戏得多 但没事 法国人有进攻的意志 德国针对未来的战争 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和调研 拟定了详细复杂到 无以附加程度的战争计划 但没事 法国人有进攻的意志 法国军队斗志昂扬 复仇心切 强烈期待通过这场战争 洗刷普法战争中战败的耻辱 相比之下 德国军队也信心满满 甚至有些迫不及待 他们早在九年前就制定了 对法作战的施礼分计划 其战争谋略和周密程度 都堪称完美 但实施这个计划的要点之一 是要取到比利时进攻法 面对强大的德国军团 比利时国王阿尔贝 却不甘示弱 并下达全国动员令 坚决抵抗德国入侵 那么国王阿尔贝的底气何在 比利时军队在烈日要赛 又是如何以弱胜强 碰击德军的呢 历史学者史伟继续为您讲述 一战风云第五集 德法开战比利时遭殃 这边法国人志在必得了 德国那边更是乐观的一塌糊涂 因为为了对付法国 德国早在九年之前 就已拟定了对法作战计划 也叫施礼分计划 福秀海峡计划 将二百万大军的闪击 一万两千辆军用列车的运行 对两个国家的致命打军 都串联到了一起 计划的核心 就是同时和两个以上的 世界列强开战 而且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 将对方一一打败 在这个计划里 德国将整个欧洲 都当成了战场 除了当面的 所有的法国军队之外 还包括两千公里外的 另一个大国 拥有一亿多人口 几百万军队的杀荒俄国 和法国计划一上来 就直奔主题 强调进攻不同 这个施礼分计划 虽然同样是强调进攻 但却不是一线平推 而是要求要有所取舍 在大战略上 计划指出 战端一开 在东线 也就是德国和俄国 边境一带 少量德军 要牵制住俄军 步步为营 必要时 可以放弃 东普鲁市地区 以此为西线 来赢得时间 在西线 也就是德法边境一带 也只是维持少数的兵力 甚至连阿尔萨斯和洛林 在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让法国占领 施礼分计划的要点是什么呢 是投入全部兵力的90% 通过占领荷兰和比利时 成功地绕到法军的后面 从侧后打击法国的有生力量 然后兵风直指巴黎 施礼分计划的第二步 德军要在40天内 结束对法之战 然后通过 一万两千辆火车 将百万大军 迅速从西线运到东线 与正渗入德国领土的 沙皇俄国军队进行决战 一举再歼灭俄军 施礼分呢 于1906年退休 有生之年里啊 他一直啊 都像培养亲生儿子一样 完善着他的计划 甚至退休之后 仍不断地推敲计划的 每一个细节 但他千算万算 没算准一点 施礼分计划的继任者 是他的前任 老毛旗的侄子小毛旗 与雄才大略的叔父 和学者型的前任 施礼分相比啊 十年66岁的小毛旗 是一个偏文艺范的思考者 在接棒总参谋长的 几年时光里啊 他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各方面的需要 不断地修改前任的福秀海峡计划 也就是这个施礼分计划 施礼分呢 原本要保证90%的总兵力 在西线右翼 小毛旗呢 最终把这个比例降低为40% 施礼分呢 要把西线的兵力全部展开 像铁拳一样 砸扁比利时和荷兰 然后迅速通过冲向法国 小毛旗呢 按照德皇的意见 不敢打扰德皇的美女亲戚 荷兰女王威廉明娜的幸福生活 所以呢 放过了荷兰 专门接到比利时 不管这些了 养兵千日啊 用兵一时啊 1914年8月2日 筹划了十多年的施礼分计划 终于正式上演了 施礼分计划几乎完美无缺 唯一要顾及的呀 就是比利时和荷兰的 中立国待遇问题 而比利时啊 是列强都承认了的 永久中立国呀 当天德国向比利时 发出最后通牒 德军要借到比利时 前往法国 要求比利时放弃抵抗 乖乖让德军通过 要知道尽管缩了水呀 但德国的右翼 也有34个师之多 比利时才多少军队呢 仅有6个师12万人 但比利时年仅39岁的国王 阿尔贝却拒绝了德国的最后通牒 驾令全国动员 坚决抵抗德国的入侵 这个阿尔贝何许人也 他有什么终极武器 能够阻挡德国的虎狼之师呢 本来啊 比利时这国王啊 轮不到这个阿尔贝来当 阿尔贝呢 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 好读书喜欢艺术 所以啊 先王利奥波德二世 作为阿尔贝的伯父呢 一开始啊 就没有看好这个侄子 但由于啊 亲生儿子早要 亲弟弟和大侄子 又先后去世 阿尔贝呢 这才被立为了王储 1909年阿尔贝刚一继位 德皇啊 就找他商量过 万一啊 要对法国动手 我们可能要借你的边境用一下 保证完毕归照 但阿尔贝啊 却断然拒绝了德皇的提议 直到开战了 面对德国的最后通牒 这个看似软弱的国王 竟然下令 全国动员要倚弱机强 为什么呢 因为战前啊 英国 法国 都向他私下里保证了 只要德国敢动你 我们保证第一时间赶到 您想想 有了两个大国的保证 这底气能不足吗 阿尔贝前脚 刚下达了动员令 没过几个小时 8月40凌晨 第一批德军 就涌上了比利时的国土 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啊 当天傍晚 就抵达了比利时境内 最大的烈日要塞城下 烈日要塞啊 雄距马斯河两岸 作为十九世纪军事建筑史上的杰作 烈日要塞的攻势 几乎啊 全部埋在地底下 以坚不可摧著称 如此难攻 德国难道 不能够绕道吗 不行 一来呢 德国的作战计划几乎精确到每一分钟啊 想改计划 谈何容易呢 二来呢 烈日要塞上 不仅控制着马斯河上最主要的五座桥梁 而且还有四条连接德国与法国的铁路 交汇于此 因此啊 德国必须控制住这些交通枢纽 德军的行进路线上的 比例是军队老百姓 有枪的就开枪 有火的就放火 德国士兵啊 是始料未及 死伤惨重 正面的烈日要塞 那更是坚固异常啊 德军随军携带的大炮 根本就不管用 时间紧迫 无可奈何之下 德军只好发起了刺刀冲锋 结果可想而知 8月6日 比利时军民在烈日要塞 成功击退德军的消息 不静而走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整个都醉了 人们争相传越战报 天油加醋地描绘着 前线德军的惨象 英国 法国更是热闹 见小小的比利时 替他们挡了刀 更是喜出望外 巴黎的政客们 大方地将一级荣誉军团新章 颁发给了烈日守军的集体 同时呢 还不忘给阿尔贝国王 也送上了一枚 英国也不甘示弱 英国的泰欧时报 则宣称 比利时人 打破了德军 不可战胜的神话 法国的新闻媒体 也不甘落后 将捍卫欧洲自由的荣誉称号 带在了比利时人的头上 两下里大刺包奖 争鞘大拇指的同时 阿尔贝也乐晕了 甚至忘了最重要的那件事 什么事啊 烈日要塞军民苦苦支撑的目的 不就是英国法国 早就答应好的援军吗 这么多天过去了 援军呢 一海之隔的英国 除了各种好评和点赞之外 远征兵团啊 仍在磨磨蹭蹭的组建当中 离得更近的法国呢 倒是有动作 不过啊 霞飞指挥下的法军主力 却没有赶往烈日要塞 而是在距离烈日要塞 几百公里外的阿尔萨斯和洛林 向德军发起了攻击 综上所述啊 除了满地的鲜花和掌声 英国和法国 什么也没有给比利时 于是啊 在一片狂欢的气氛中啊 比军司令部里 也充满了盲目乐观的情绪 援军 靠我们自己 就能够打败德军 于是乎 各种异想天开的反攻方案 纷纷出台 甚至还有奔袭柏林呢 比利时在烈日要塞 痛击德国侵略军 竟然让34个师的德国军队 长时间顿俗不前 比利时国王阿尔贝的强力抵抗 让德皇威廉二世 感到意外和震惊 但德军以周密著称的施理分计划 难道就没有攻打烈日要塞的备选方案吗 德国传奇军官鲁登道夫的出场 如何打破战争将军 让他一战成名 攻克烈日要塞的超级重炮 大搏杀 究竟有怎样惊人的威力呢 历史学者史伟继续为您讲述 一战风云第五集 德法开战 比利时遭殃 其实为了能顺利拿下烈日要塞 德国方面处心几率了很久 做出了种种方案 甚至专门定制了轰炸要塞的特种搭炮 但是临开战前 皇帝威廉二世大手一挥 比利时那个闷嘴葫芦 就是说的二倍是不敢动手的 整那些干什么呀 轻装前进 早日打到巴黎 由此可见 德国当时是真心没想和比利时过招 就这么着 三十四个式的德军 刚进比利时就砸在了铁板上 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武装到牙齿的德国 在小小的烈日要塞下顿足不前 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位传奇般的德国军官出场了 此人名叫埃里希鲁登道夫 一个平民出身 凭借出人的胆识而基身 一战名将序列的军事新兴 这个鲁登道夫啊 出生于东普鲁市的一个小商人家庭 长大后呢 是志愿从军 但是在出身决定前途的德国军界 他的未来啊 很不乐观 好在他有幸成为了 福秀海峡计划 智商团里的一份子 并是自己呢 也成为计划里的一部分 他的终极使命 就是帮助德军拿下烈日要塞 等到梦想忽然降临的时候 鲁登道夫啊 已经是四十九岁的高龄了 在他这个年纪 荣克贵族出身的军官们 大都已经是师长 集团军司令一类的大人物了 而他呢 仍旧只是集团军的一个参谋而已 不过啊 面对烈日雄官啊 德国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 能够对烈日要塞如此熟悉的了 鲁登道夫不仅亲自参与了 战前有关烈日要塞的一切方案的制令 而且啊 还利用休假之机 亲身前往这个烈日要塞 进行过实地考察 在最终解决烈日要塞之前啊 德军在这个要塞前的 所有有亮点的居士行动 几乎啊 都是出自鲁登道夫之手 眼看着这个要塞死活拿不下来 鲁登道夫啊 眼前一亮 想起一件事儿来 8月12日 德国用来对付烈日要塞的终极神器 终于姗姗来迟 抵达了前线 这是由克鲁博公司和鲁登道夫 精心为烈日要塞 和射方严密的巴黎 准备的终极礼物 口径达420毫米的 超级重炮大博沙 大博沙的大名啊 来自于啊 克鲁博掌门人 古斯塔夫的夫人 博沙女士 作为当时口径最大的重炮 大博沙是难伺候极了 其权重达到了 史无前例的75吨 用铁路运输的时候啊 必须分拆成五个部分 使用公路运输啊 仅炮身部分就需要36匹马 来拖曳 发射前呢 必须先要由工兵在炮位上 专门铺设好水泥 开炮的时候呢 为了能将重达一吨的炮弹 塞进炮馆里 需要200个受过专门训练的士兵 忙活大半天 就这么一个难伺候的主 他所能做的事只有一件 包置一切不符 以一个小时 七发的速度 将重达一吨的炮弹 打到1200米高的高空 然后落在15公里远的地方 大波砂的亲吻啊 就像是死神的镰刀啊 当晚18点30分 第一发炮弹 发向了烈日要塞的 彭迪斯堡垒 一分钟后 要塞上空 升腾起了一朵 高达300余米的蘑菇云 甚至百公里之外 都能够感受到 爆炸的巨大威力 随着弹着点的不断校正 烈日堡垒的末日 终于到来了 前几天还被世界各国 视为神话的 烈日要塞保卫战 以德比两国 各自伤亡25000人 而告结束 停滞了将近十天的 德军铁流 继续向前滚滚推进 损失惨重的 比利时军队呢 匆匆放弃了 首都布鲁塞尔 后撤到靠近海滨的 安特卫普 继续坚持抗战 这时候 前两天还自我感觉良好的 比利时国王阿尔贝 估计连肠子都毁清了 由于英国和法国 说大话 石小桥使得这种忽悠 小小的比利时 以举国之力 挡住了德国 砸向法国的那一记重锤 自己呢 却落了一个半身瘫痪 大半个国土惨遭辱历 无数军民 由于响应国王的号召 而惨遭屠杀 英国和法国呢 却除了道义上的支持之外 没有丝毫实质性的帮助 英国 法国这个便宜啊 也不是白战的 二十多年后的二战爆发后啊 德国再度如法炮制 要借到比利时 打击法军的侧翼 比利时的新国王啊 利尔伯多三世 一战的时候啊 才年仅十二岁 当年啊 亲眼目睹了 祖国被英国和法国 忽悠的下场 于是啊 没有去学父亲的样子 去给英国和法国当天辈的 而是依然做出了 不抵抗的决定 让开大陆 让德军通过 结果害得 法国措手不及啊 百万大军乖乖投降 英国远征军 要不是跑得快 要不是背后 有足够多的法军 去当天辈的 也差点玩完 所以啊 大国小国之间的外交 不是儿戏 对于大国来说 诚信固然是可贵的 对于小国来说呢 不给大国当枪使 才是最重要的 两雄相争啊 小国能躲就躲 躲不了就选择 最趋利避害的方式 现在啊 德军通向巴黎的通道 总算是打开了 每天有五百列火车 通过比地时 抵达前线 作为烈日之战里 唯一的受益者 就是一战成名的鲁登道夫 有道是 风云仗下 其而在 鼓角灯前 劳累多 在等级森严的 军事贵族体系里 像鲁登道夫这样 才华出众 却出身低微的小角色 通常啊 只能以参谋 或幕僚的方式 介入历史 而烈日要塞的危局 成就了鲁登道夫的 赫赫功名 不过啊 这一切 只是一个开始 他的征途 在遥远的东线 那里才是属于他的 星辰与大海 眼下 通往法国巴黎的 道路已经打开 德军源源不断地 开进了法国领土 那么在前方 等待德军的 将是什么呢 咱们下期接着讲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北宋仁宗时期 皇宫大内上演了 一幕宫廷经变 当时的皇帝 宋仁宗赵真 差点在自己的寝宫被杀 皇宫速来戒备森严 这些刺客 为何能长驱直入 杀手究竟是什么人 案件背后 隐藏着什么秘密 许昌学院王中灿 下期为您解读 昏宁宫一案 上级 刺客造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